也是感谢我们的音响 音响的 音响主的 他们真的也是很辛苦 真的不容易啊 音响搬来搬去的 等一下你们回家可以睡个好觉 他们要留下来工作 我做到10点 11点才回家 但是呢 这个都是很大的功德 出一分的力量 为大众 因为来的众生太多了 可能你们没有发觉 我们雪梨 每次做三十信念 那个众生很多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他的牌位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啊 他们会感谢你们 你们的贡献 你们的付出 所以呢 我们要感谢他们 还有我们这些义工的 很多 包括 最后 我们自己 大声 小声的唱 唱的不错 越唱越好 来好 我们来鼓励一下 我也感谢 我们的周医师 本来今天早上 气啊 不过 弄下去 气恢复了 我们感谢我们的周医师 好 今天呢 我不讲很长 因为大家也累了 我也不敢说开示 不敢 但是我借这个姻缘 来给大家来讲讲话 几句话就好了 因为我们都是同参道友的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就是要到 亲近阿弥陀佛的 所以我们是平等的 区别在哪里 我有 你有脱法 我没有脱法 区别在这个地方而已 但是有一天 如果你们想要 我也可以建议了 没有脱法也是很好 那这个这样 我不敢说我开示了 但是我可以 鼓励一下 几句话 我从这个打佛期 到现在三十七年 师父该讲的 我已经讲很多了 那到最后 我们怎么修行呢 那就看个人 看个人的用心 因为这个用心很重要 一个人的功夫 无论在试法 在试经法 或者在佛法 一个人的功夫 是从锻炼出来的 练习磨炼 所以我常常 在这几天 我常鼓励大家 你要把这句 阿弥陀佛 去练习 去锻炼 你一遍的 一遍的去念 把它念熟了 念熟了呢 就变成你自己的 一种养成的习惯 那你养成习惯了 这一句 阿弥陀佛 你不用去念 它自自然然就出来了 你不用去教它 我要念阿弥陀佛 不用 它主动就出来了 这个都是从我们练习出来的 你看那个 我们的散导大师 他念佛 每一次念佛 一句 他的口中 会出一道光明 少康大师 每一次念佛 每一句佛号 会出什么 一尊化佛 一尊化佛都是阿弥陀佛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 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 从日常生活里面 每一天不断的去练习 该上班的上班 该工作的工作 该吃饭的吃饭 该睡觉的睡觉 有时间我来锻炼 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慢慢的 你就会成就了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 你要靠 临终的时候 我才来念阿弥陀佛 不靠谱 那个真的不靠谱 你要从你的日常生活去培训 去锻炼 这个是一个很好 你看那个印光大师 他为什么念大悲作这么灵 他的大悲作很灵的 只要他的水给谁喝 那个人的生病就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呢 他也是一样 每一天至少睡觉之前五十遍 去词这个大悲作 词到最后 他跟这个大悲作已经融入了 相应了 所以一念下去就感应了 那我们也是一样 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要慢慢的去念 不断的去念 给自己定下来功课 像师父 每一天定下来 至少要六万 是我自己本身 你们随便 你们定下来这个功课 能够更多的 比我多呢 那最好的 那这个是培训出来的 所以啊 第二呢 就是说 我为什么教你们 要常常去念这句名号呢 因为阿弥陀佛五量节以来 他把他的功德所修的 全部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你要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你要知道 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呢 无价之宝啊 只要你肯念 你那个福报很大 真的 所以啊 你要好好去锻炼 你要把你的心 将来 我要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这个是我鼓励大家了 因为我们这个人生 真的无常 每一分每一秒 无常都会到 我们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如果这一生 我们不好好来用功来修 不好好来珍惜这个姻缘 那离开这个世间 随着自己的业力 如果业力好的 你能够生在天道 或者来到这个人道 如果业力不好的 怎么办呢 都是随着这个业力走 那就是堕落这三二道 那就很可惜 好好念 将来呢 你就会有成就 一年 两年 三年 顶多五年 你就能够成就了 那你能够念的成就呢 那我恭喜大家了 以后啊 你想要走就走 你不想走 你要想留 你就有这个能力了 随着自己的欲望 随心所欲 没有一次办不到的 这个就是这句名号的功德 而且 这句名号的功德 消业账太快了 真的很快的 非常快的 所以你要珍惜 这个是我最后给大家鼓励 希望我们将来 离开这个世间了 我看到你们雪梨 的同修 我们统生几楼格 多好呀 说实在的 师父跟你们雪梨的金钟学会 严有特别好 所以啊 在这个地方呢 有时候啊 不知不觉 我们培养这种的 姻缘 我们好好珍惜 我希望啊 我们一起将来啊 同生极乐过 说实在的 我们不是消极 不是 是因为我们明白 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看你这个人 追求了一辈子 钱了赚了一辈子 到最后离开这个世间 没有一样东西 能够带得走的 然后这个身体 你照顾的 辛辛苦苦的 不知不觉 来了这个病 你看 我们在这边担心 总有一天生病了 有病之苦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病之苦 我们在这边担心 有一天老了 有老之苦 西方极乐世界 永远不会老 我们在这个地方 总有一心担心 有死之别 因为人有生 必有死 西方极乐世界 是五量寿 我们在这个地方 担心每一个人 避免不了 八苦交尽 在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说八苦交尽 连苦的名字 也听不到 这么美好的世界 我们还不到 这个地方来 你还直走 这个地方 你不是已吃 那是什么呢 这个不是 来讲我们 是提醒 其实要提醒我自己 真的 所以应光大师 为什么每一天 不断的念佛 就是因为他知道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他不知道 所以我赶快念 南无头 保证 不要以为 还有明天 还有后天 不要 不要以为这样 有空 好好念 这个是鼓励大家 希望大家 好好念 我们在过不久 在这个时间 十年以后 在二十年 在三十年 我们变成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有多怎么样的执着 到最后 还是带不走 所以希望大家 好好用功 然后最后 鼓励大家 每一天 至少 一部无量寿经 至少 如果大家感觉 无量寿经太长 你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你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把它分 如果能够一次性 把它念完 那是最好的 如果将来 你把这个无量寿经 念熟了 念熟了 你就明白了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在弥陀经 连续的四次 劝导我们要念佛 你就明白了 你无量寿经 没有把它读熟 如果你能够读熟呢 将来啊 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我们对这个 说佛世界之苦 西方极乐世界之乐 你就能够分清楚 在这个时候 你多自在 在这个时候 永远不会动摇 谁来诱惑我 就算今天拿了五百万 给我 跟你说 你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还留在这个世界 我给你一千万 你也不会被这些动摇 为什么 带不走 也吃不完 对不对 过就好了 我给你一千万 谢谢大家